来天可以和所有玩家一起行使公投权 神明包括 预言家 女巫 守卫 猎人 预言家每晚可以侦测一名玩家的身份 女巫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 同一晚不能使用两瓶药 只有第一晚可以自救 守卫每晚可以守护一名玩家 不被狼人杀害 不能连续两天守护同一名玩家 猎人在死亡时可以开枪带走一名玩家 在被毒死时不可以开枪 本期游戏采用图边规则 狼人杀死所有普通生命或所有神明 则狼人阵营胜利 好人攻投出所有狼人 则好人阵营胜利 每期将进行三局狼人杀游戏 每局游戏至第一天白天发言结束 进入互猜身份环节 每位嘉宾最多可以猜测 除自己以外的三人身份 狼人不能猜狼同伴 猜神明或猜狼人 必须猜出具体身份 三局游戏 累计猜对最多身份的嘉宾 将解锁特殊成就 神之眼 同时拥有全场最佳表现的嘉宾 将获得Panda King的称号 第一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看牌 看牌我得看一下 看牌我得看一下 同时拥有全场最佳表现的嘉宾 将获得Panda King的称号 第一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看牌 鼠大王不是村民 不是那个什么 星苏也不是村民 游戏开始 二科像是一样村民 天黑请闭眼 鼠大王和星苏的牌都转了一下 说明村民不需要转呀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一号四号 一号四号七号八号九号 共五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七号玩家开始发言 我进入到星苏身体里 我就是上来那个 说一下 七号玩家是一个新手 刚刚玩这个游戏 那本局七号玩家是一个预言家 那我说一下 我昨天晚上干 不我先说一下 明天的话 我会去半夜12点的时候 去找桃子玩一玩这个小游戏 是吧 然后后天晚上对吧 去找一下云哥黑黑黑 然后昨天晚上 我去了一下我的老情人球大家里 然后球大我一摸在床上全是雪 我这么多年了跟他我都不知道你这还有这功能是吧 夜晚午夜会变身是吧 你要是承认了你是大姨妈这个我就我就认你是对吧 是那一张好人牌 昨天晚上是球大的茶沙 过了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七号 七号星妈的发言呢 你得这么想 就凡事怕翻个个来 它是一张狼人牌 它可以聊得这么有故事性 那么它属于跟我一样是编着故事来喊挑的 那我觉得星妈呢 第一次上这个板子 那有可能会准备大招 但是呢 我觉得 呃 虽然发言 呃 是比较 有点紧张吗 还是 但是我觉得还比较真的 因为它这个故事呢 编得比较庞大 对吧 它是先是摸一下老朋友 然后再去找 呃 云哥黑黑黑 对吧 先去摸桃子 再去云哥黑黑 然后昨天在球大的床上发生了一 发现了一滩血 这滩血呢 很有可能的是呃 狼人杀了人之后 这个爪子上面和嘴上面留下的一些血迹啊 血迹 嗯 但是呃 如果是汉跳能编这样一个故事的话 我觉得最起码第一轮要尊重一下啊 大家也没玩过啊 就是来讲故事的啊 哈哈哈哈 我听到今天 茶沙嘛 什么大姨妈雪啊 哈哈 那我这边 是吧 我要给你二号发个金水 昨天晚上 八号是真的原家 这次是真的拿了一张非常不想玩的原家版 然后确实是验的对面的二号囚徒 囚徒是我的金水 呃 呃先验十号云哥再验十二号 风小狗啊 先验十再验十二 昨天呢是验的二号二号是一张这个好人牌啊 这个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原家因为我是真的原家 9号 9号玩家 呃这可能就是个人习惯问题 嗯 这个呃呃呃 因为跟他玩的也多了他总这么说我也就我也就接受了对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肯定不是真的原家这句话其实不适合真的原家来说 当然他是不是真原家呢我们还要看后面来呃呃的发言 目前来看呢他呢就是呃说了你七号不退你就飙狼对吧 然后我八号人原家给二号金水 那正常的发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再听听后面有没有人啊 是什么身份呢 呵呵 精神爪 9号玩家是炸弹人 哈哈哈哈 炸弹人要是死了嘞 他的左右旁边两个人都会死掉 所以我警告一下你们狼人不要刀9号了 再者呢9号 如果周围有狼人的话啊 我先这样说一下 不要刀9号 呃然后 9号我觉得刚才看了一下这两个人的眼神 跟我对视的时候都不敢看我 是不是有狼人呢 是不是有狼人呢 嗯嗯 然后9号就认个炸弹人吧 也不给锦上添乱了 哈哈哈哈 9号的发言呃终结一个字就是过啊好了9号过了9号过了 哈哈哈 我先说一下我原本预想的一个警惠流是先验2号玩家 球图再验7号玩家 呃但是昨天晚上查杀有惊喜8号玩家查杀 自我查出来的一张狼人牌很清楚的可以躲一个这个手势呃然后8号玩家在焊跳预言家的时候他是说他的警惠流是云哥10号以及风小狗12号呃 呃建于多次狼人汗跳的时候发的这个颈灰流里面都含有至少一个狼同伴所以说我要改我的颈灰流就按着顺序来先验10号玩家 再验12号玩家 其他颈上的我就先不验了因为我觉得颈上大家都应该记清楚颈上的有哪些人啊即使我没有验出来10号玩家和12号玩家里面有狼人其他人就是呃后续准备要推的角色啊过了我是原家绝不退水 呃到我了 呃最后一句我是原家绝不退水在他如果一会退水的情况下呢其实也就是说等于前面都没说对吧 但是他发的是一个前这位8号的茶沙呃我觉得已经走上了一条呃不能退水的路了如果他退水我也不要他是狼因为假如他退水了七八当中有真的预言家对吧他给的是 诶他给的是几斤哦他给的8茶沙对给的8茶沙本来想原本是验2和7呃其实都是焦点牌啊2是呃第一个7号给的呃茶沙牌8号给的金水牌 然后分析到这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刚在上面我想还是看一下肯定三个人应该有个退的因为如果说8号是来保2号求图的就比如说7号是真原家8号是来保2号求图的那么这个几号来的1号是会退水的应该对吧 但1号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所以8号就应该不存在是来保2号求图狼队友的那么7应该不是真的原家对吧 因为1如果是就说白了如果7 8当中有一个是真原家的话那么1的呃起跳位置除非1不认识7 否则他不会起跳的对吧应该是7 8这两个去交锋一同发一个人一个是茶沙一个是金水 7 8两个人PK更好那1可能没必要起跳 所以1跟7和8当中应该是不认识的且1的发言已经退不下去了 所以一定是1跟7 8两人之中之中的一人去PK 我觉得啊目前看来 好快好快没反应过来我以为球图还是球图交点牌嘛我以为他在井上 这样你8号玩家退不退水 我卡你7号玩家退不退水并没有人理他 你4号呃1号玩家退不退水 我当然不能退水了对吧但是我也不是原家啊我帮大家分析一下局面呢 这样我认为三个预言家不退水 那么7号茶沙2号8号金水2号1号茶沙8号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看的话呢 首先三个预言家不退水我这里跟三个预言家说清楚 这个游戏只有一个人玩了平民 就在最近只有一个人玩了平民当预言家不退水 这个人他的死相很难 就是那种狼嫌你烦明嫌你烦观众也嫌你烦 心疼扯土 当民真的不要去添这个乱好吧 心疼扯土 这种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吧 两个是狼一个是真的预言家对不对 已经不存在民在这边抢这上面讲我已经话讲得很清楚 还不退水那就退水 对嘛这才对这才乖嘛对不对 就是18这个 一个是茶沙2号一个是茶沙8号 那在我的角度上来看呢 啊一个是金水2号一个是茶沙8号 在我的角度看既然说7号退水了 我相信我暂时站边8号玩家吧 因为这个逻辑是这样 1号他在最后的位置去茶沙前面跟他竞选一元家的这个8号 其实他力度是比较大的 然后8号在竞选一元家并且不退水的情况下 他发的是一个井下的金水 有可能有拉票的作用 但是 没有这个力度大 没有这个想要井会的力度大 因为预言家的验人是不能编的 所以我暂时站边8号 我不能投票 我只帮大家发发言 全部退水对吧 过了 发言完毕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就18两个人 竞选8号发的金水是 囚徒 且呢 7号先发囚徒一张茶沙 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 8号是 囚徒的 队友 有可能起来捞他的 然后他呢 不确定7号是不是 真的语言家 对吧 他是有可能起来捞他的 另外一种情况 8号是 真语言家 那刚才第一种情况就是 8号起来捞自己队友囚徒 发了金水 然后这边呢 这边就是真语言家 这边1号是真语言家 1号是真语言家的情况下 那么他查杀8号呢 那他就是查了8号 对吧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8号是真语言家 他确实也验了囚徒 而且 我们再换句话回来说 如果你是这个语言家 你是8号这张牌 是真语言家的情况下 在7号直接查杀了2号 囚徒的情况下 我会不会用这样的一种说法来说 昨天我是语言家 昨天夜里我查了囚徒 他是一张好人牌 所以 8号 你如果7号 你如果是诈身份 我建议你现在退水 因为我已经验到 他是一张好人牌了 我可能会用这种角度去 去跟7号 用这种方式去对话 然后呢 这边并没有这样的对话 那其实作为一个语言家 他自己验到金水 然后且这个人没上井 那么他也说了7号 有可能是诈身份 我觉得他应该会劝一下7号 对吧 这个地方可能 没有提 那么再说第二种方式 就是 如果他是狼人牌 那这边查的是真的查杀 然后按照狼人的查杀去 狼人报的警会流想去验 第二批狼 那思路也是OK的 那么看看吃票行吧 好吧 看看吃票行 就是 目前如果这一票我上的话呢 我可能 我想想啊 我可能会上给谁 如果我能投票 逍遥的发言确实还可以啊 且这个位置 但是他查杀是一个前之位 不能说话的人 也 也不好辩 对吧 呃 这一票我可能先站边逍遥吧 因为 我觉得就是在7号紧接着发言之后 呃 8号 呃 我已经知道2号验的这个是好身份了 我会好心去劝7号说 你不用帮我诈身份了 因为昨天晚上我我验的是2号这张牌 对吧 我觉得啊 我可能会这样发言 所以我先暂时站在 呃 这一票我先挂在 7号身上 看一下投票 1号 8号 仍在井上 没有上井的玩家 请投票 3 2 1 12号 7票 10号 11号 投给8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1号 1号 1号玩家 当选井长 看一下票 1.5票 规票权 票行 场 仅上5个人 仅下7个人 然后 诶 你大大爷 1 12号 7票 10号 11号 投给8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1号 1号玩家 1号玩家 当选井长 5个投票 1.5票 归票权 12号 7票了 还有一个谁7票 没听着3号 4 2号 2号7票了吗 囚徒上了1号吧 是吧 这边弹幕也说了 对啊 我觉得囚徒不应该7票啊 应该是只有12号7票了 囚徒上的1号呢 就是1号吃到4票 囚徒 冰蓝飞狐 桃子 鼠大王 对吧 然后 风行云2颗 上给了JY OK 大概知道了 囚徒也不认 不认JY给的金水 上给了1号 对吧 挺好 2号玩家 3号玩家 请留遗言 银蓝飞狐 上一期 强势carry了 倒挺准的 守卫 第一天晚上空手了 空手了以后 然后守卫没了以后 女巫的药没用 女巫药没用的话 那女巫今天晚上 救一下预言家吧 因为守卫没有了 空手了 然后 就我几张分析一下 就两个阵营吧 对吧 你别针你别加我不知道 本来我以为 2号跟8号是战队的 因为8号给2号发了一个金水 而且刚才7号 在炸2号身份的时候 2号的表情是很凝重的 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 我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凝重 他可能会比较轻松的说 我没有血 没有血 就这样 但是他现在很凝重 所以我觉得他本来是带身份的 不过他现在投轨了1号 这个队伍就站不住了 8 10 11是战队的 然后 5 6 1号 5 6 1号是战队的 2号这个身份我不知道怎么定义 因为他有可能是狼 想当这个真意原家 也有可能是好人 想 想保这个真意原家 就是我 我不是说他是真意原家了 就是说 战队情况是这么个战队 但是2号身份不好定义 所以说根据这个战队情况的话 你们看看警下 他们的发言吧 就是他们的发言 如果说比如说10号 云哥发言不太好的话 那我们就找出对立面了 找出对立面的情况下 那10号那个队伍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发言你就只能给那么多信息了 就守卫衣服不要再穿了 狼不要再穿了 发言过 一言结束 3号玩家请离场 飞虎就应该是一个守卫走的 而且飞虎属于比较 就是场上他觉得 用票刑来分析一下局势吗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就是空手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抉择问题 因为在PandaQ这个板子上面 女巫很喜欢救人你知道吧 所以空手呢 有空手的好处 当然了 不好之处就是 你也看女巫是谁 你要是桃子呢 现在肯定是不会轻易救人了 对吧 要是比如说 JY我觉得还是挺爱救人的 要是云哥 挺爱救人的 你换桃子 鼠大王也爱救人 桃子 风小狗二科 囚徒可能就不救了 所以要看女巫是谁 好 警长 请选择 从死左或死右 开始发言 这样算是死左吧 对 从四号玩家 开始发言 嗯 没猜错 果然是我发言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后置位 其实这一轮啊 我给大家一个信息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个好人牌 对吧 我一定能够帮好人玩 但他让我先发言 我就很难分析了 现在能分析到的信息 首先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走的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一个真的守卫 因为他没道理他做这样没有收益的事情嘛 狼自刀不上井 然后跳守卫 炸守卫 这样的收益太小了 所以他不可能是坏人走的 那么好人的情况下 他应该不会去穿这个守卫的衣服吧 总之我觉得他跳这个守卫起来 是没有任何收益的一件事情 是应该是好人不想让我们太迷失啊 自己成为了一道送分题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不想当送分题平民跳守卫 这酒神素质是真低啊 我的酒 无论如何 他是一个好人牌 对吧 我先不聊他是不是守卫 无所谓 他是个好人牌 然后他站队呢 站的是一号的队 然后那个囚徒是八号的金水 也站的一号的队 然后边上马上接下来发言的两名选手 也是站一号的队 然后十号十一号呢 是站八号的队 我在井上 我这轮是一个身份非常好的人 因为我是帮 这个我 我已经说清楚了 三个人上井 必然是良匪 预言家 我在说清楚这种逻辑的情况下 七号玩家选择退水 对吧 所以 我这个身份是非常好的 那么 我在井上说 我站队八号来打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觉得狼有可能不去上八号的票吗 如果八号是狼的话 狼肯定会去上八号的票 所以 如果八号是狼的话 那么十号十一号肯定 肯定会借着我这个话茬去上八号的票 因为我逻辑也说的很清楚 那么如果八十十一是三狼 接下去接着被圈下去的一个七号是狼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现在依旧站队八号来打 八号跟一号 我既然站队八号来打的话 这轮我就是要站队去撕井规的 然后我希望 这个 二号玩家是一个归票位 二号玩家的身份是非常高的 但是囚徒 我对于他的一个认知 是他只能分析花板子 他正常版的他是玩不了的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们好人群众的意见 这轮带好队 你是一个八号玩家的金水 然后你站队一号玩家 你去做好这个归票位 一号玩家的归票位我是不听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说去撕井规 那我肯定是无条件去撕井规的 然后希望后面两个站队一号的也能够说说情况 好吧 我们分析到这暂时站边八号打 过了 九神 九神是你看九神 反正我觉得 可能最近跟九神玩的也少了 感觉有点奇怪 奇怪在哪呢 就是他自己说出来一个 这三个人是狼人 然后还有一个狼人是七号 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那其实他没有讲清这是一个什么逻辑 他只是单纯的一个上票 然后反而他会聊回来以后啊 正常情况下 你既然推翻了自己 这一个选择 你会反过来聊一下 这个呃 那么一号玩家吃掉票的啪啪啪啪 几个人 对吧 啪啪啪 那他们几个和一号是不是成为狼队友 是不是应该这样发言会 我觉得会舒服一点 我觉得这个发言听着不够舒服 哈哈 我可能感觉有点怪啊 但是呢 九神毕竟井上行为还是做好的 他劝退了一个七号星妈 对吧 在我这还可以 但只是我的站边还是目前没有听到 JY发言嘛 我还没有改变 还是应该会站在这个一号这一边 而他呢 说囚徒身份高 囚徒是我认为八号是汉跳的情况下 八号给的这个金水 投给了一号 觉得如果他不变票 继续井下支持一号的话 我认他身份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他这个时候反水了 上了一号票 然后又站队八号 那这就不一定了 好吧 听一下 5号发言啊 就是5号盘了两个逻辑吧 就是8号如果是一个真严严家的话 那2号是一个真金水 但是2号的这个票警告诉我 这个金水他就是不想接 他投了一号的票 就这一点我看不明白 如果你这个金水你不投票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投了这边就让我觉得 而且这个票型 我是一个就是很计票型的 我记得全场几乎就是 除了云哥那边 就是几乎投的都是这个一号的票了 对吧 我自己举的也是一号 那么逻辑2呢 就是一号可能是一个真严严家 他给的8号的茶沙 那么就是如果他给8号茶沙 这张茶沙是真茶沙的情况下 2号他不是一个真金水 就是他不是一个真金水的情况下 这两个人就是我觉得 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是狼的情况下 他会不会去投给这个1号这张牌 所以我我这是我两个观点 就是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我在举了1号票之后 我看到全场那么多人都投1号 我现在要置疑1号的身份 就是这一轮的话 那个我站错边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 哎暂停一下啊 感谢葛小允的一个龙虾啊 感谢感谢 哎小五有空还能看来看看复盘呢 好开心啊 然后小五已经离开了直播间啊 点开了酒神的直播间 嗯 还是看一看我酒啊 天使一会儿来天使一会儿来 同时感谢Maggie啊明希 还有陶子的备摊送出的烤鱼饭单啊 嗯好继续继续听陶子发言啊 还挺长的应该 不出来还来得及 就先自保吧 我觉得这个票型让我觉得1号是一匹狼 我好像站错队了 就是这个景徽留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狼人肯定要在景徽留里面 留一张自己的狼头漫的牌 就是在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验人逻辑我是认同的 但是这个票型抱歉 我不能再给你站队了 就这一轮我还我会着重听一下 这个二号的发言 就是他这个反水的逻辑到底在什么 就是又不是给你查杀 你凭什么上给对面语言家 就是你为什么不认这个语言家 对吧 我觉得我现在我可能会选择计票 或者是我听到后面发言 我听到后面发言之后 我会投出我认为的一票 好吧 各位帮我回忆一下陶子给谁投的票 投的1还是8 1还是8 帮我回忆一下 我可能今天进状态进得点慢啊 你们帮我回忆一下 因为陶子这个票 如果他他锦上投的是1的话 他这个发言是不对的 他投的是8是OK的 他投的1他这个发言不对 其实他抛出这个问题 恰恰就是应该我们各位一起问5号玩家 那你为什么投给1号 对不对 就是囚徒如果他不认这个8号的金水 那么他一定是在两个人的发言中选择了1号 而不是这个这个就就原因吧 其实他他他他接的是他不接8号金水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1号发言比8号好 对不对 那么你5号也是投1号玩家的 你去问囚徒 你不如先问问自己对不对 那我觉得他5号如果上票上个1号 这个发言其实是不好的 如果我站边1号的话5号可以飙一匹狼了 好吧 再听一听啊 这个发言不对啊 哎天使来了 等一下啊 小语还没走啊 再看会儿 哈喽 哈喽 你不是草本去了 要8点才播吗 哎呦这么这么骚气穿的 把这个搭一下 强强强强骚气 素质好低 你开始了 啊 哦 这么一人跟着啊 你的女粉丝们呢 这么一人 然后还有大哥还有我妈 啊 跟上周人人人员一样 呃有个星妈 星妈换了身图吧 其他的没有身图了 对哎呀还是学点东西 不星妈玩的也不错 没有天使玩的 哎哎滚吧 没有天使玩的 哎呀哈哈哈哈 好 呃坐进来个坐进来 坐进来点 坐进来点没关系 是啊 别碰我腿就行 哈哈哈哈 坐喊了 你那不太感兴趣 可以可以 好呃 前面我大概给你说一下 没事 我就你就继续你的吧 大概说一下 我听下来的思路嘛 啊 景上星妈7号起跳预言家 给2号球图发金水 8号 JY起跳预言家 说呃呃 7号查12号 然后8号发2号金水 对 对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后面 几个人都不重要 都退水了 然后那个 谁 两个人对跳呗 还有还有1号1号 1号挑预言家查128号JY 啊 对 就是1号查12号 8号发2号金水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 那个谁 七妈退水了啊 然后1号8号两个人PK 1号吃到了呃 4票 4票 然后2号 8号吃到2票 嗯 对 呃 过了 呃 6号玩家发言啊 6号玩家 呃 在这里我是第一号的 啊对 我觉得 8号这个老流氓 不值得信任 真的不值得信任 真的不值得信任 在上个礼拜被他 骗得玉头转向以后 我回家通定死统 我决定 不管他真假的 我反正票肯定不会举到他头上 但是要出他 我肯定是举在8号票 8号的票头上的 所以呢 我是站边1号的 呃 我跟你5号玩家说一下 给3 给1号票的人 只有3个人 一个是 不接金水的2号 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是我 然后 给8号上票的是 10号跟11号 其实 刚才景上 刚才那个行为 在90那个 吉利串说下的情况下 我也觉得是有两忙的 那我就特别好奇 这个7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对吧 他先查到那个2号 然后紧接着8号 那个给了2号一个金水 最后在1号给了8号一个查杀 这点我就觉得特别怪 我觉得再怎么样也应该是 好 你的绿幕还是把拉扫拉 好好好 你绿以后是吧 拉什么拉 我这个站边1号 站边1号 我想听听看7号的玩家的发言 好过 7号玩家发言 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景上因为7号 我接着分析啊 因为7号发的是2号查杀 8号发的2号金水 你听我说 所以6号还在聊7号吧 他认为 景上这3年里有2郎吗 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因为7号发的是这个 查杀8号给的金水 1号呢 发的又是8号的查杀 其实呢 7号和1号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就是跟8号成为对立面 是对吧 如果是2郎的话是17成立 对吧 17可能是一个团队 对但是7号退水了 那这个如果说对跳的话 明显7比8 7跟8都焦点盘是2 2号更合适 应该是1退水 而不是7退水 让这个1去后之位 查杀前之位 8号跳原家 这种行为 如果7 8对跳 削点盘的囚徒 囚徒的态度就 让你局势容易很明朗 对对 所以就 我认为17不应该是双狼 就哪怕这个景上有两狼 17也不能成为双狼 所以蜀大王最终的观点呢 他还是站边1号的 就在我这是OK的 反正在我前面聊下来呢 5号发言不做好 然后我现在认8号身份也不好 来听听我们的这个景上焦点盘 星蛙好吧 第2号玩家身份呢 你先不用去定义 我觉得这一轮焦点也不在我 真的是 然后你再说 从1号玩家和8号玩家发言上 这是水杯 可以倒水 1号玩家是一个真的原意 首先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景慧流里面 就有云哥和这个JY 然后云哥和那个风小狗 然后这个给狼人 会有这个 会给狼人同伴这个 金水这件事情 就是 警慧流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发言比较阳光一点 然后目前而言的话 我是认的是球大应该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是一个狼的话 这种事情是没有收益的 就是他是一个狼 他也现在也是在做好事情 对吧 那你2号是一个守卫 这个被刀刀出去的 咱不考虑这个神之眼这件事情 然后我认蜀大王这个发言 还是比较阳光的 目前桃子虽然说是举票1号的 但是我觉得桃子的身份不算做好 这里 然后目前发言就听了这么多 这是我的观点 我暂时是战编1号的 对吧 软战编 过了 好先改警徽流 呃 这 你你现在 没有啊 我前面就断了 那行 那我就简单说说 下一局你再贪欲进来 就当 呃 7号 这发言 呃在我这过关 没有大的瑕疵吧 他是软战编1号的 那么也就说其实呢 嗯 当然他可以跟1号作为一个团队 假如说啊 这个取决于这这轮8号和后面的人的发言 如果8号发言足够好 呃 我有可能改改站边 但是目前听下来呢 就是7号这张退水的牌 应该是在井上为1号退水的 对吧 而不是为8号退水的 但是呢 他是认这个呃自己诈身份的2号牌 应该还是好身份的 至少他这一轮他认做的是好事 所以这是7号的一个观点 好吧 呃 10和12都不一样了 先5再6 我说一下 我认为5号 6号有可能是狼人排的几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5号6号 在这一轮 在5号这个发言的点上 5号已经说了 就5号自己把 我觉得5号向狼就是他已经说了 说5号大概一观点就是你1号 吃掉这么多票 然后呢 但是呢 5号又想跟我站不一样的 就5号是一个摇摆不定的 就是5号是 求徒还没的 求徒全底 说出这个票型的问题的 就是他在说 1号出到票比较多 8号出到票比较少 那按照这个逻辑 那我8号应该就是真的愿家 你1号应该就是假的愿家 这是5号说出来的 就5号摇摆不定 6号的发言呢 就更可笑了 就6号自己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7号验了 2号是一个茶沙 我给2号是一个金水 1号有茶沙8号 1号自己分 6号自己分析分析 就自己就晕了 6号最后说的 哎呀呀呀呀 我想我明白了 那我不管了 反正我就要干你8号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所以我在我这边 我认定10号11号就是给我商票的 是好人 就是我要验你10号 但我现在不用验你了 虽然我没有听到你发现 但是如果这盘你10号11号验票了 那我会认为我验都不用验 那我会认为你们是言行不义的狼 那我再说一下3号 3号死死之后 说自己是守卫走的 那对好人有没有收益 其实呢我是这样想 就是在我这个角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守卫走 我也不聊真守卫走没走 但是由于3号说这一点 那我安排一下今天工作守卫 晚上如果你没走 如果你没走 就是你自己护你自己 然后今天如果我挨刀 女巫可以救一下 如果别人挨刀 女巫也可以考虑救或者不救 或者放毒都可以 就这么就是守卫要在场 你就别护我了 我怕同手同救 我把这个工作先安排好 因为现在是不是这个守卫走 谁都不知道 然后2号 2号是7号他查杀你 我是捞你的人 就是我是给你发精神 你还去这边1号了 就是在我现在看来 就是256都给1号这个上票的 但是你2号是我的金水 我希望你不要站错边了 好吧 然后我再说这个7号 7号绝对是一匹狼人牌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4号 4号肯定是一个好人牌 就4号在井上 当4号说现在场上 绝对是有两狼一针一言加的时候 才把7号撩退了 那在7号这个点呢 他的思维是什么呢 他是觉得 我是一个多余的狼人 我在场上 无非就是自己 就白抱入是一个狼人 所以他退了 就是7号这个张牌 是被4号撩下去的一张牌 所以在我看来 7号必是一张狼人牌 1号是跟我汉跳 已经拿到井辉的牌 所以今天的所有票去出1号这张牌 我没有井辉 但我会去验5号和6号 你之前7号 7号这边 我记得他应该说的是 要站边1号来打 所以呢 我要跟你7号对话了 你是一张暴狼的牌 你还敢不敢 今天还是坚持出我 你要是坚持出我 你的1号狼同伴也要出局的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好吧 我过了今天初一 9号 嗯 怎么说呢 这边这个发言逻辑 我觉得成立 且他也点出了 呃前面说话不好的地方 那可能我们刚刚才数大王 是说了一句我不管了 我就站边1号 我还没听到这句话 如果他说这句话的话 确实 我觉得我忘了 我刚进来就是 我也是刚才跟天师刚进来 好像如果说了这句话的话 确实很刺 对他说的他要说我不管了 什么不管了 我站1那确实是不太好 没有逻辑这句话 对 所以呃他前面点的都挺对的 好像是 对 目前看呢就是呃那这样的话 前面发言不好的 其实我认为456发言都不好 呃4是 我刚才说了4发言是问题是呃 呃他说的逻辑的一半以后 另外一半没说 然后他就自动站边了选择 所以就456在我这发言都不做好 7发言在我这是做好的 但是JY的角度7肯定是把他肯定把17打成呃 团队了 因为7的退水时间比较晚 那么呃 如果在JY是真预言家的话 那17是两狼456当中直接就可以出两狼了 因为2号是一张金水牌 456出两狼 然后17呃他打成两狼 OK 那么听到JY这款是这样的 那我们再听听 因为JY这轮发言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把前面该点都能点了 呃像是呃作为一个预言家角度去说的 啊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再听听后面发言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1号上来打杀2号 8号上来再给2号发一个金水 2号反在锦上投票的时候 不接这个金水 大摩7号和8号的这个对立面就形成 2号和8号的对立面就形成 其实这是三皮囊在做的一个 哇 互相做成本 现在JY的身份是不是无限高 这个故事 讲出来我自己都不行 王叔叔快了我只能说 没有没有 我给大家推荐的王叔叔了 不是就是那个 宝哥生日快了 就是要看看上景的有多少人哪 是不是我炸弹人都上景了 我投不了票啊 经常就是这样 哎呦王这样玩的话 如果是狼人我让他赢就好了 这张牌我自动屏蔽成平民 根本不看 现在在里面盘盘票数 景上这么多人 我看景下能 能击一两个狼队友很不错了 给他中中票 对不对 吃票多不多 还是要看一个人得不得名 行这边景上就有五六个了 我看景下一共就只有几个人 按我的刚才那个动人的故事 是三郎上景 我看景下只有一匹狼 也就知道吧 吃不了几票的 吃两票已经很流逼了 说不定都是狼了 就是你不要根据吃到多少票来判断一个 一个人是不是狼 对 对啊老是按吃票来聊不聊狼人 不得炸弹人的 狼人也可以反着头啊 对不对 所以无所谓的 票不重要 只是参考的一个因素而已 真的这个故事我有 我说出来是我不相信 但是我希望你们可能会 相信 反正我只是讲故事了 最后我也不投票 哈哈哈哈哈哈 十号玩家在两号玩家说清楚他的事情之前 决定还是要站在这个八号这一边打的 因为我觉得八号这一把上来发言状态特别好 然后十号玩家确实是个闭眼玩家 是个好人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 我觉得九神也是身份做的特别好 就是上来完全是为好人做事嘛 没有做任何坏事 然后刚才八号玩家的分析我全都是认可的 因为我在第一眼看陶子的时候 因为我上戏完的时候 我跟坐在陶子旁边嘛 我觉得他做好人的时候他是不摇摆的 他是分析的挺清楚的 这一次陶子的发言就是比较摇摆的 感觉 就是狼面挺大的吧 我确实是看陶子状态和听陶子发言 那蜀大王确实说着说着自己笑出来了 可能是很久没玩狼了 哈哈哈哈 你蜀大王玩好人的状态 我觉得他就是蛮带劲的那种 讲道理啊 蜀大王玩好人是会 咚咚咚咚顶那个蘑菇 就玩涛丁玛丁那个 所以这把他没咚咚咚咚也没怒点四郎 所以蜀大王不做好 哈哈 最后是8号这样一盘 我感觉真的就是这个1567 挺像的真的挺像的 至少在我没听后面嘉宾发言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是认这个8号真预言家的 当然也要听后面发言对吧 就是蜀大王没多少臂狼是吧 接不接8号给他发的精髓 然后说一说他的心路历程啊 希望蜀大这一把不要站在花板子的立场上 给我们搞崩了 10号发言完了 11号发言 11号投票投给的是8号 因为7号是 云哥的发言 我听下来心态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而且他愿意去跟场上其他人用笑的方式 开玩笑的方式去聊天 不像他做狼人的时候比较严肃 而且狼人是会究极逻辑 而10号其实逻辑说的不多这次 所以我认云哥是一张好人牌 他就是认8 然后说了一下 对 他逻辑其实没讲太多 他讲的都是一些题外的一些 就是开个玩笑 就场上气氛的问题 他站8就是17是在认定 他是任1567四郎 对然后56他17他的逻辑是站8了 56是通过8的发言认的 这是云哥的思路 这一匹狼1号在我看来是他狼队友 你刚刚JY说7号是在被4号聊下去的 其实7号不是被4号聊下去的 7号是给自己的队友低头的 那7号是什么行为呢 他一个紧上的行为扔紧下一个茶沙 对吧 你球大是一个紧下的茶沙 你觉得他 而且他一开始JY刚出来的时候 JY问他你退不退水 他是不退水的 所以他是有想拿紧会的这个行为的 能看出来吧 然后呢我觉得1号是他的狼队友 是觉得7号跳的不好 所以才出来直接报一个真语言家的一个茶沙 是我现在分析出来的 那你球大 我现在拉你球大一票 因为我觉得JY就是真语言家 你刚刚那个 因为我认你球头是一张好身份 你是我最近的真语言家的一个精水牌 所以我现在只拉你这一票 还有王这一票 那7号他必定是一匹狼 就算就是不了你这两个什么情况 7号必定是一匹狼 他紧上的行为是什么 丢底下一个茶沙 然后后面一个人 他如果是他名牌 他会后面一个人跳语言家 他会不退水吗 那他可能不信 他为什么后面又跳语言家 他又退水了 然后突然间又信1号一定是真语言家 包括你7号做不成一张真语言家了现在 因为你退水了对吧 那你肯定就是一匹狼 你一个名你扎身份 你跟我说你扎一个井下的人的身份 这种话我跟他说 只有生徒跟JY说出来我才会信 是我不信你7号玩家来上来一个新手 我要来玩面纱 我真的不行 我觉得你7号是一匹狼 那我觉得7号不是这人会出的牌 这人出1号 因为1号有井辉 我觉得怎么好人 因为你云哥说你要占8号队 是吧 我现在是帮8号出来拉票 那如果说你云哥占8号队 这一票是我们的 九神刚刚说占8号队 这票也是我们的 这两个叫我眼里是两匹狼 5号6号叫我眼里是两匹狼 就是5号的发言 不用说了 他投给1号票之后 自己说了一堆 就是莫名其妙的话 其实根本就没有重点 你自己挤一下再回想一下 他根本就没有重点 他说完之后 然后说什么 我还是 我可能不投票 我可能7票 6号属大王真的就是 我觉得你争取了你就爆了吧 就是你都这么明显了 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 旁了一下 稍微旁了一下逻辑 然后 发现自己旁了 自己都骗不了了 然后就说 算了算了 我还是投1号吧 我还是支持1号吧 就是你属大王这么想说 那你7号在我眼里是铁狼 你1号 1号玩家 你嘴的话的发言 我是不轻的 我现在账边8号打 如果说你1号要出8号 大家听我说 如果1号要出8号 我今天谁的好人 不我 好吧 我可以帮这个真的 我姓的真语言家扛推 是吧 如果说你们要出8号 你们如果说8号是汉跳的牌 我跟他 我们三个是三匹狼 是吧 但我觉得云哥的发言还可以 我自己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我姓8号是真语言家 你们如果说好人 非不姓他是语言家 那你们要出他 出我 出任何出在他身上的票 都是狼 明白了吗 大家等会自己看票行 那我先拉你求图一票 你觉得7号像不像狼吗 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分析一下 7号像狼的话 那这个就是出来帮他补位的一张狼牌 好吧 如果说大家要出8号可以出我 我这一轮司警辉 过 奥尔克的发言很正态 他是不是像那张好 铁好人 他不是好人 我直播 干嘛 吞大哥左腿 好吧 我这大哥同意了 反正就是 这个二科呢 肯定是好人发言了 基本逻辑是跟老云是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他逻辑上 有一个 发言很阳光 对逻辑上有个问题 就是7号真的是做不成一张狼人牌 因为首先呢 7号起身的 可能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31分13秒 好吧 这这这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你看啊 对吧 是 起跳 哎 你看7号 半夜12点时候去找桃子玩一玩这个小游戏 明天半夜12点去找桃子玩小游戏 然后再去找云哥嘿嘿嘿 然后昨天晚上那个 昨天晚上去老情人球 老情人球大家里 然后 球大 我一摸哎 在这床上全是雪 哎呀 这何姐我这么多年了跟他 我都不知道你这还有这功能是吧 夜晚午夜会变身 是吧 啊 你要是 就是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可能刚开始没看 你想象一下 一个狼人 跳语言家 嗯 然后讲了这么大一个故事 说一句废话 不不 是是一个就是调侃的调侃的 调侃的 报警会跟那个对 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退水了 就是你得想 这个人从井上的行为 他能不能做成一批狼人牌 对吧 就是他以这样的发言形式 在我这儿 然后他还退水了 有可能乍一大身份 好人有可能 对就是因为好人 才会这么大 玩什么身份都这么玩 对很久之前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个狼人 你都发言这样了 其实是很容易博到 大家的认可的 刚到最后 对就是很 他他刚下去 虽然他笑话讲的有点冷 对吧 有点冷 对但是他刚下去的 意义一定比一号 刚下去的要大 就如果一七是双狼 他七八对刚呗 他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张 呃做不成狼人牌的 起跳原家的牌 且他已经跟七八 已经成对立面情况 他还有必要退水吗 他选择退水 我觉得挺好 有点像是不是上一周 九神那个退水的行为 先查查一下JY聊了聊自己退水了 他那不是那个时间点不太一样 他自己聊完就退了吧 对 还说JY聊着的时候 他给他聊退的 嗯 反正我觉得就是 如果一七两个人去狼人的话 七都留下来跟八PK 呃胜算 一没有必要起跳了 啊对 七跟八已经成对立面了 两个人都是查的囚徒吗 因为假设一是狼的话 那七八你的意思就是一是狼七八 他知道都不是 因为他他需要汗跳 对 他发现一个是 就是说有扎身份 一个是那什么都不在他狼队 所以一号是起跳 你这个意思 所以一七不是两狼 嗯 然后二科呢他是不了解 星苏跟囚徒之间有PY关系 所以星苏去炸囚徒身份 甭管警察警察 我个人觉得还说得通 就是二科说 卢树轩星妈 对 星妈跟囚徒关系 他们叫什么藏爱家族 都那个两兄妹们对吧 啊 可以接受继续听啊 然后就说 哎算了算了 我还是做一号吧 我还是我还是支持一号吧 就是你你所谈的 那七号在我眼里是铁狼 你一号一号玩家 发现状态 你的话的发言是不轻的 我现在上天八号打 如果说你第一号要出八号 我第三狼好吧这样 大家听我说话 如果一号出八号 对 十十一号发言很正 我可以帮这个 但我觉得七一定不是狼 是 他是跟老一 你说你不要去八号 对 这一轮就是 他也是认一七 然后才五六 听到这一轮最认为 我老人最大的我认为 就是五号 然后六号紧排在后面 然后一八呢 就说如果啊 我是归票位囚徒的话 囚徒听出前面五六两个当中 确实出狼 他可能会稳妥一点 归五六当中的一个 不战队 对然后一八再听一轮发言 念人也OK啊 对吧 是 听一听一发言报不报 发言也够好的话 那这轮从五六里面出 囚徒作为八的金水 有权利替八归票 对不对 是 囚徒作为一号的上票人 也有权利 就是反了八号金水的那张 为一号上票的那张牌 他也有资格去替一号归 我觉得我是囚徒这个位置的话 我会这样打 我会从五六里面归一张牌 看跳的牌 我跟他 我们三个是三匹狼 是吧 但我觉得云哥发现还可以 我自己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我信八号是真语言家 你们如果说好人 非不信他是语言家 那你们你们要出他 出我 出任何人 要出他出我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是认猎人 出了我 出了我 翻牌我再走一号 你自己可以分析一下 是吧 七号像两个的话 那这个就是出来帮他 不会给一张两个 这就是明跳猎人 如果说大家要出八号 可以出我 我这轮是锦辉 过 十二号玩家发现 他开箱了要把锦辉崩了 我现在是 暂时站边八号打的 因为我觉得八号的逻辑很对 提出很多点 然后六号发言太吱吱呜呜了 确实狼面很大 但是也不一定啊 七号玩家的话 我认为确实是一批狼 那么作为一个新玩家 上来的话 不会说不给自己的狼同办冲票的 我就认为应该是 一六七三狼 一六七三狼 那我认为前面十号 十一号玩家 是在帮好人玩 发言很好 你可以认八号是狼的话 我觉得可以认一是狼 那我觉得七真做不成狼 因为七你看他那个发言 都编好这么一个故事了 然后我退水了 那他就说白了 就因为在井上挑预言家退水 我们在经常玩狼人杀的情况下 就可以当他的说话全都没有 就一笔抹过 先当他不存在都可以 对吧 他不是焦点 他不是焦点 且他是在投票前就退了的 对吧 这个 继续听吧 给他上票的十号十一号是狼 那我觉得这两个发言这么好 做不成狼的情况下 那就推翻了八号是一批 狼和跳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暂时就站边八号打 那这一轮的话 我应该会撕井辉 当然如果后面 感冒 焦点牌二号玩家的发言 多喝点 多喝点 说出了狠花的板子打动了我 我可能也会听二号玩家的 那我现在站边八号 从头发言很关键 一号玩家发言 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我觉得十二号玩 十一十二关键差不多 对十二没了五 然后但十跟十一二哥跟老云都是 一五六七大概的这个 十二的观点是 十十一上票给八 且十十一我听下来是好身份 那么我相信八是真语言家 一号 六号 七号是了 这是十二的观点 总结一下 他们仨特别像 好继续听一号发言 这肯定三个闭眼玩家感觉 在我发言之前先说一点 这一轮的关键点 第一不在于二号玩家 他这个精髓 他是 反不反八号还是怎么说 因为二号玩家他也不是预言家 二号玩家他也不是预言家 所以说二号玩家只能说是 正面八号也好 还是正面一号也好 正面我是肯定要出八号的 他的发言只是刚好在乘几位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是想清楚 第二 这一轮是即使是十一号玩家 你说要出八号 出十一号 就先出你十一号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第一天的长沙是八号 肯定是先出八号 就没有任何的一部分 因为我是一个真语言家 然后我要改一下我的颈辉流 第一个颈辉流不改 还是十号玩家 因为我现在觉得你是一匹铁了 我一定要验出你的身份 然后我第二天不会再验二科了 不会再验二科了 然后我会验一下十二号玩家 如果十二号玩家是个好人的话 那我把颈辉飞给这个十二号玩家 然后十一号你直接就出了 因为刚才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JY的发言 在第一天井上的发言 我是在他的后置位 所以说他第一天安排的这个颈辉流 他是不会变的 他也变不动 所以说他在第二天的一个发言中 是直接变了一个颈辉流 要去验五号六号 把我和五号六号作为一个狼团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天上票的一个票行 五号六号二号三号四张票上到我的头上 三号玩家是倒在夜里的一张牌 他是一个好人对不对 那么你要做的话 只能做二号五号六号 可能就七号玩家是我的一个狼团队 但是五号玩家六号玩家的发言 他是完全处于一个平民的一个状态 去发言的 就是毕业玩家的状态发言 我虽然是拿的一个预言家 我只有第一天晚上第一个验人的一个机会 知道你八号玩家是一个狼人 但是其他的分分我也是未知的 当我拿村民的我也是 完全看不清楚到底谁是真的预言家 谁是假的预言家 所以说他只能从我第一天发言 就是我觉得我第一天发言 就是警察发言还算阳光 来去判断给我这一票 所以说你们五号玩家 六号玩家和我是一个团队 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而且他们的发言当中 没有很强烈的攻击性 我第一天给的你八号玩家是一张茶沙牌 你的狼队友十号 还有可能是十一号 这两张狼队友 是有很明确的攻击性 是要把五号玩家和六号玩家 定义成两匹狼的 而五号玩家六号玩家 我心目中的两张好人牌 他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十号玩家 和十一号玩家上票这个行为的 我相信场上所有的好人都能看清楚 我是真的院家 但是我觉得呢 就玩了这么多天的游戏了 即使我就是平民没有看队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是我发言不好什么的 都没关系 这个游戏还能继续玩 游戏还能继续玩 无非就是你们狼在玩一下花板子 什么自刀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吧 还有就是街外你去分析 三号玩家是不是守卫出的 还有就是零九 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觉得飞狐 应该是个平民 99%是个平民出走的 我觉得他如果去玩的话 他平民走的 他不会去认守卫 因为如果他是个平民走的话认守卫 那么真的守卫就永远跳不起来了 狼就有可能汗跳 那么真的守卫就有可能被扛推 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平民走的 你们去聊这个 我觉得完全不靠谱 他一言说的就是我 好吧过了 8号出 这一号聊的我惊呆了 首先呢 就在我这五号六号肯定是 是做不了做不成好人牌的 他认五号六号平民牌 逻辑上跟我是不同的 那然后呢 我觉得后面应该是说错了吧 就是他说呃飞虎走了 嗯 应该不会认 不会是守卫 他说飞虎平民 对他说飞虎一定是平民 但飞虎认的是守卫 一言认的守卫走的 他应该他说的是飞虎如果认了平平民认的守卫 就等守卫 守卫跳不起来了 只会做坏事 所以是平民 所以是平民应该是所以是守卫 所以是守卫 对对对 这应该是自相矛盾了 一号要说错了 对反正这样的话 就是一号如果是真原家 就如果是狼人赢了的话 就没什么脾气啊 就一号自己第一轮井上 而且从十号到十二号都说出来自己为什么要跟票这歪了 就甭管怎么样 他要做的事情 我们假设他是真原家 应该去拉这些人的票 而不是说就把他们打入一个狼队 如果他们真的其中有那什么 那完蛋了 那就跟你对立了 对但是换句话来说 如果他是一个汉跳的狼人牌 发言成这样是不是也太弱了 他第一轮警察发言挺好的 是吧 反正我觉得他是真的原家 虽然我从开始就站队他 但是听到这轮发言 我是觉得你是真原家 你为自己的发言买单 狼人也买单 对啊 你狼人的话你不用说了嘛 你本来就发言差 但你要是真原家 你只能为自己的发言买单 对吧 因为前面五六 就我说五的发言差在哪呢 五是上给一号票的人 然后下来以后他去质疑二号 你为什么要上给一号票 其实同样的道理你问问自己 对吧 其实五号是一高配的女玩家 桃子你也知道很会玩 对吧 五号下来就迷了 对吧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五号的发言水平 五号毕竟V5V5VV5 对吧 什么意思 VIP5在我这 当然确实是高分 所以一号这轮我估计要出了 二号 对二号 二号 二号一总结一下吧 二号玩家发言 二号玩家 场上身份最高 你们两个预言家没有我身份高 八号给二号金水 二号投了一号 为什么 这么样二号是全场身份最高的人 对 这跟我开始说的一样 你信八号我是金水 你信一号 我投的一号 一号这一轮两网 一号说我是景辉留的一张牌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投给他 因为我能他拿景辉更能证明我是一个好身份 我是双金水场上身份最高 那你这一轮就在你的视角里边 你是一个真言家 八号是和你汉跳的一张牌 他发的一张金水 你就信我一张好身份了 就不验我了 这是没逻辑的 然后你一号牌聊的是什么 三号牌 你们聊会干嘛呀 其实我们聊到 就除了这个八号这张牌 安排了一下守卫和女巫晚上是否同手同就 就避免同手同就死亡的情况以外 9 10 11 12 没有一个人聊这个三号玩家的问题 我都忘了他已经死了 你告诉了我三号玩家出局了 他是一张平民牌 那么我认为这个平民是不会穿守卫衣服的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这句话 这个是反复冲突的 好 那我二号牌呢 其实在你发言之前我是有一点迷茫的 我觉得发言来看的话 5号6号是战队你 10号11号是战队8的 我认你的发言就算还可以 8号的发言也还不错 那我们来看5号6号和10号11号的状态 你说10号11号的攻击性太强 那你看看鼠大王的状态 5号6号两张牌的状态 5号的发言完全就是默棱两口 6号的简直就是已经就是我不懂为什么 但是我支持你一号 就是看我上这两张牌 你那两张牌 这两个大头麻麻可以的 或者你接不了 就是鼠大王这张牌 我觉得你要如果是白拉王的话 或者是谁是白拉王 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名路 给你们指一条名路 那我呢就是在7号这张牌 敢来查杀我的时候 我是很自信的 就是我根本不用理你的 就我是一张带身份的神牌 你们呢如果自信的话呢 可以来试试白拉王或者什么 可以带走我 当然我这个是一个非常愿意骗人的人 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也可能是一个大白宝 给你们增加这个小眼睛的难度 然后鼠大王 怎么鼠大王 九神这张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人牌 因为说白了 是我能获救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九神救了我一命 把7号牌聊下去了 就是在我的视野里边呢 就7号牌下场就是退水的那一刻 我就认为7号和1号是一个绑票的关系 其实你不退水在我眼里就是 我自己是知道你是一定是张狼牌 但是别人无法通过就是你不退水 没法证明我 但是你退了水以后 我就认为你们两个就一定是狼 就是已经暴狼了 1号7号5号6号 我觉得你们可以 你我觉得啊 就是如果有白狼王你们可以自信暴 如果的话被毒死还是蛮伤的 这一轮呢 我2号玩家 战队8号玩家 对吧 我们2 8 10 11 4票 那5号6号我希望你们 就是别暴的太明显吧 集体冲票你也冲不过我们好人团队 对吧 9号这张牌我相信如果能听得懂发言 还有12号 应该能帮我们投票 这一轮呢 即使我觉得 呃 票 就是 不完美的话我也能接受 但至少 票型会让我看出所有的狼团队 这一轮狼是一定会冲票的 我觉得有良知名 好人都跟着我一起把警惠撕了 好吧 顺便你可以看到警惠是撕了 还是非给一个他的狼同伴 也是蛮尴尬的 好吧 2号玩家发言完毕 归票1号 1号玩家归票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8号玩家出去 嗯 囚图 这个发言很强势 基本上1号肯定被归出去了 且他也数到了6.5票 基本上1号是死了 嗯 看看投票吧 反正 哎 1号确实是 发言不好 但是 所有玩家请投票 3 2 1 4 5 6 7 1号 投给8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1号 1号 7号 7号投给好 7号 来 你来预测一下三个人的身份 假如你是一张平民牌 你来预测三个人的身份 咱们 咱们模拟一下预测 什么 就这轮要神之眼是吗 呃 不不是这就只是 你只是预测场上12个人当中身份 我先 我先送给你到送分体 2号 冰蓝飞 3号冰蓝飞虎守卫 送分体甜不甜 那所有人都甜 所有人都甜 对 然后再预测两个 那冰蓝飞虎拿不到神之眼了 我想再预测两个 那冰蓝飞虎 那你会预测JY吗 我不预测一跟八 一跟八 我都不预测 我预测 我预测的话就五六双狼 飞虎守卫 嗯 我都觉得 这个气票行为更是狼了 你知道吗 是啊 嗯 我们继续吧 好 那听一下医言 哦 还得听一下医言在右侧 1号玩家 请留遗言 呃 我是真的冤家 我我回想了一下 囚徒发言的时候 我才回想一下 我发现 冰蓝飞虎是任守卫走的 我最后说他是平民 呃 我想说的是 他认他是守卫 他就一定是守卫 他不会 他不会是个守卫 他是冰蓝走的 我想表达是这个意思 如果 他是一个 平民走的 认守卫 那么真的守卫 就跳不起来了 是这样子 这可恶吗 呃 我觉得囚徒是个体了 嗯 然后 10号 11号 呃 5号玩家 6号玩家 是直接没上票的 7号玩家 嗯 我排除8号玩家 在发言的时候 给他做身份的可能 他在 8号玩家的发言的时候 和7号玩家对过话 嗯 他说你要是 这一轮 还投 就是想要投 就是 他的话 他什么什么 他就 他就把他判定为 和我是一个蓝团队 所以说7号玩家 我觉得去想 去更多的去想 7号玩家是一个身份 没有没有多大意义 只能到后面基本 才去考虑他 8号玩家 是我第一天的查杀 然后 我觉得 即使我 说错 最后说错了 就是那个平民守卫 那个 但是我 说话的时候 是表达的 他是一个守卫的意思 我相信 因为JY聊了 JY说不知道 废狐是不是守卫走的 所以他聊了一下 8号玩家的配置 不应该 听不出来 我是一个真语言家 10号 11号 二科我也不说了 他可能不相信我 因为上一期的一个表现 可能不相信我 10号玩家是一个铁狼 8号玩家 10号玩家 还有2号玩家 3匹狼 最后一匹狼 嗯 我找不出来 呃 只能判断出 8号玩家 10号玩家 还有 2号玩家 3匹狼 云哥 如果你不是一匹狼的话 我今天拿悦家 这么阳光的发言 按照你以前的 对我的一个判断 你是不可能不相信 我是悦家的 所以说你必须是一匹狼 可以猜王 但是有飞狐是送分 对 疑言结束 1号玩家 请离查 四景辉 相对做好 对 行为做好 行为相对做好 哎呀怎么办呢 对 如果他 如果他是 逍遥是 就是狼走的 他 他可以把景辉给一个人 去脏那个人的身份 我不给自己狼狼 我个人觉得啊 逍遥是针对颜丹 你知道为什么 一个狼人在走了以后 应该是想办法 去 呃 挽回 挽回票 而不是强势的说 呃 就是他的发言当中 是跟狼人 相悖的 就是他是说 10号 你你 云哥的 那个能力 不会听不出来 我是一个好人 发言 所以你是狼 然后 11号 有可能不信我 因为上一期我把你骗了 对吧 其实 这个时候 10和11 你这么一去聊他 他是永远不会回头的了 嗯 就是你已经把他成为敌对方了 嗯 说实话 1号 是有埋怨的 这个心情在里头的 就是你10号 11号 你11号不信我算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上回我骗了你 这次你不信我 我认 对吧 然后你10号 你我这个发言你不信我 你就是狼 要不然就是 就是你不对 反正就这么埋怨 有什么独特的 对 没什么 但是他呢 就是做狼的话 你想想这个时候 如果做狼的话 是不是应该去保队友 或者是想别的 不会去埋怨场上别人投票 但他也点狼 他在点280 280吗 他点280吗 他觉得10号是这种理由 所以我觉得好人应该记记了 反正 我们继续吧 一号玩家 撕掉警徽 撕警徽像是好人 我觉得是偏好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撕警徽肯定的 你不撕警徽 你如果真猿家 肯定要撕警徽 假猿家随便飞 对 所以这个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从4号玩家开始发言 平安夜应该是 刀的JY被救了 因为我三轮 基本上发言 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非常好的发言位置 第一轮 我本来是 跳井想炸身寸的 第二轮 他冤家警长 给了我 第一个发言的机会 第三轮 随机随到又说第一个发言 嗯 位置不是特别好 但是信息 这轮还是很多的 我跟所有好人说啊 我刚才是没有投票的 因为 因为我感觉 我再打断一下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白狼王没有自报 就是假设 一号是狼团队的话 嗯 已经在囚图这个位置发言 对吧 已经把一号能归死了 且 不敢说百分之一万 也能说百分之九十五 能归死了 对吧 囚图这个发言之后 在场的各位 基本上死了 一号是必死的了 白狼王不报吗 不把八号报掉吗 对不对 所以 只有可能是一号是真原价了 那现在白狼王第二天 还不保 听着JY报宴人吗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合理的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 守卫都走了 白狼王报真原价很轻松啊 就是 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一号我没有发现他的团队 嗯 囚图不在他的团队里面 桃子不在他的团队里面 然后 这个不在他的团队里面 然后 然后 老鼠也是弃票的 这个时候狼不太会弃票的 就老鼠也不在他的团队里面 就一号是一个真正没有团队的牌 呃 桃子这轮变票司 桃子一号前后行为摇摆 嗯 桃子投票 桃子投票 8号JY 我真是看错你了 这个 大尾巴没脖子狼 哈哈哈 真的没真的没猜到 JY是皮狼 云哥是皮狼 云哥是皮狼 云哥是铁狼 最后一皮狼 最后一皮狼 应该是在7号 最后一皮狼 那7 8还做一下 呃 这一轮 我直接第一个发言 帮所有好人挥票 刚才的票行 大家看的很清楚 我气票 老鼠气票 其他所有人清一色一号 一号 没有任何的团队 这个时候 JY发言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 肯定是所有的狼同伴都抛弃了他 一起去冲一号票 但是我仔细 有小伙伴说为了神之眼 ok 你为了神之眼 你这一轮 就看8号发言之前抱不抱吗 8号没警徽的 对吧 你如果8号真原家 你狼随便一抱 解药用了 守卫走了 就不用狼王抱都都可以了 对吧 但是说实话 这这一轮8号只要能说话 8号必死了 狼队如果已经喊跳成功了 这个地方也要抱刀 把8号干了 全场基本上都认3号是守卫 这轮有平安夜 不用抱白狼王 随便一个狼一抱 砍了他就完了 其实这个战术取决于2号 是狼还是预言家 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2号1号 是2号 2号 狼还是平民 好人 狼还是好人 因为是这样 我们现在倒过来推 7号起跳的时候 8号 7号抱到2号查杀 8号起跳 捞自己队友 这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假如是这种可能性 2号已经是8号的金水了 这个时候场外的5号或6号随便一匹狼 爆掉以后 就是我认为的两匹狼 这轮是平安夜 对 你直接爆掉8号 2号是一个永远聊不动的铁金水 是 这狼是百分之百或胜据 基本上很很难再推翻这个理论了 场上别人也不信你打的这么那什么 对吧 所以这轮只要8号能说话 我的判断就没错 他的狼团队就是2568 或者是这个568 还有刚才我认为疑似的 我看一下疑似的还有 10 不是 10或11我认好身份 12为人还可以 那只能是2568 因为四九神这轮的发言 上一轮我认4568 这轮我现在听了九神的发言 相对来说我觉得还不错 在这个时候敢勇于点出8号是狼 对吧 是 之前抢后 这个1号他不是被狼队抛弃的 如果他被狼队抛弃的话 抛弃他的是谁 是这张牌 还有7号 7号可能是这张牌 然后还有这个他边上的2号这张牌 不会的 我觉得不会的 我觉得1号不是被狼队抛弃的那张牌 而是他也是一个真的没有团队的牌 我刚才点出的那三只狼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轮好人出人的顺序 这一轮全票司警徽8号 晚上女巫可以直接读陶子或者风行云 2选1 我觉得我这轮发 我这轮的逻辑 上轮就该读了 是旧的人吗 对就说 我把该说的都问大家说了 我希望好人能够团阅一点 上轮出五六就问了 所以2 就是还是打断一下 九神这个发言我已经认他好身份了 因为这个时候 没人敢随便制18号你知道吧 是 你记得我上轮我说2号总结发言的时候 从五六归是 就我的话会这么打 当然我是站在一个好人角度 就18当中我认为 都有可能存在真严加情况下 且白狼王不自曝 在白狼王的板子里 白狼王第一天走了守卫 不自曝其实是很错误的一个打法 只要但凡白狼王会玩 第一天自曝带走真严加 没有后续的验人 没有警徽流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狼人随便打 基本上就稳了 守卫也走了 就剩一女巫一猎人 随便找一找刀一刀 你像这种 发言就像10号12号这种发言 就基本上都不可能做神牌了 11号可能做神牌 9号应该也不能做神牌吧 11号能做神牌 7号 7号如果是女巫 我觉得不一定敢这么玩吧 11我认她是一张神牌 反正就是从11里面开刀 就这种感觉 然后 呃 这么打就行了 然后4号现在这个发言 我认她好身份 上一轮4号发言当中 我觉得不够好 而囚徒的归票 这样把1号归死了 很伤反正 没有可能是一个坏人身份的 对啊 我一开始去聊他们三个预言家 我去聊掉一个 然后我退下来 然后在第一轮 我也说出了 为什么战编8号的理由 还有8号给的是金水2号 而1号反查杀8号 我觉得看起来更像是你们说的那种逻辑 所以我一定是个好人牌 这里我强烈呼吁所有好人 这轮跟我一起撕锦灰 8号的锦灰 而且8号它一定会变 就是我现在立场已经很坚定了 我立场已经很坚定了 我立场已经很坚定了 然后这边的桃子 我坐他边上 我看的很清楚 他是一个在刚才7号和6号跟他聊的时候 他是一个 1号是不是任56是好的 就是刚才我不知道谁点到了 他的那个状态是整个一个 他把280 他做桃子在做好人的时候 他就算任左边 11他不敢确定 但是桃子这局的这个状态 是一个暴狼的状态 就他首先站队左右摇摆 然后整个的一个小动作特别多 看的特别清楚 所以桃子是张狼牌 风行云一直站队 应该是一张狼牌 11号我觉得有可能是张好人牌 我觉得最后一张有可能出在7号 我发现有点重复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走8号 女巫在6号 女巫在5号和10号里面选读 过 这样我跟你说 呃 那个就是8号绝对不是一张真一严家牌 昨天晚上吃刀的是4号 我是女巫牌 我捞起来他的 对吧 就是你8号绝对做不成真一严家牌 我昨天说什么 我说我气票 我气票没有吗 你说我摇摆不定 我说我的 我说了两个逻辑 我认为这个2号 还有这个8号是两屁狼 我说了一个正逻辑 一个反逻辑 你们说我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对吧 我说了两个逻辑出来 然后我自己吃不准哪个是真一严家 我说我会选择 我可能会选择计票 到二科那边发言就变成听不懂我发言 然后说我要计票巴拉巴拉巴拉 我说我说我听我发言 我再做决定 事实证明我真的是计票了 我记得你也是计票的 对吧 你不能让女巫读这张牌 昨天晚上那个狼人叨的你 我是救的你4号牌 就是哎 这个是真严严家 守卫没了这个人不吃刀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对吧 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对面的10号 11号我选读 就是我是一张好人牌 这个8号 今天一定会爆出来我一张茶沙牌 现在我认1号是预言家牌 所以他说他改警惠留 要验我5号的时候 我当时我犹豫了 我确实没投票 因为他要验我 你知道吗 但是我当知道 昨天晚上狼人叨的你 并没有去叨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绝对是一张狼牌 所以他今天一定会给我这张牌 一张茶沙牌 但是你但凡要归我这张牌 对吧 好人们听着 他要是敢归我这个场上 唯一女巫牌 那么请他出去好吗 我这瓶毒药 那我不能浪费在手里 对不对 我10号11号选毒 我不告诉 我不告诉你们我毒谁 你看明天晚上 你看今天晚上起来 对面是不是和我双死 说了我是一张女巫牌 我救的你 请你不要再砸我了 这张牌我不认识 你说我昨天的状态 我确实看不清楚局势 我盘上两个逻辑 然后我说正逻辑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我说 我可能会 我可能会选择气票 事实证明我是气票了 你们所有打我摇摆不定这一点 都是假的 因为我言行一致 我说气票我确实气票了 就是我不懂你 你这一点确实看错了 对吧 金水牌 我是女巫牌 晚上我绝对会开毒 因为有好药已经用了 我昨天不愿意说 对吧 当他要验我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我站错边了 但他晚上不吃刀 我无法接受 好吧 过了 晚上5号跳这个女巫 磕本咱们就不说了 接本了三次就不说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就跟以前我们讲那个道理 我觉得JY的圣徒是高配 我觉得少帮主囚徒 应该要验一下 那我今天仅会留下少帮主圣徒 昨天冰蓝飞狐是我的茶沙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不验 少帮主圣徒圣徒JY 对不对 对吧一个道理 我觉得JY是一批狼人牌 因为昨天他们刀的是4号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不毒了 JY不就完了吗 对吧 有时候他不开药救 当然了他愿意开药救救神 也说得通 但是呢你可以默默的请JY吃毒 对吧 他换句话来说呢 李子他这发言就只想活一轮 我要活这一轮 你们看我是不是双死 然后再一个问题 这个发言我就可以留一轮 其实这个场上缺一个人 玩白狼王玩的多的人 这个他们好多人玩白狼王 呃 玩的不够多的原因在哪呢 你现在所有人都可以质疑出一个问题 OK 你JY今天报了4号 又报一个茶沙 你昨天推走了一个跟你汗跳的11号 今天你又报了一个茶沙 白狼王是第一天自刀了的冰蓝飞虎吗 嗯 对吧 请问白狼王这张牌的意义何在 这个游戏是这样 呃 你不按照规矩和逻辑玩 呃 坑的队友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是 这种打法是最好的 那你不选择 还是你的问题 对吧 你这白狼王留着干什么呢 让JY报 呃 报一个金水一个茶沙 还不报他 呃 所以说JY今天这一轮只要但凡说话 他就一定是狼人牌 嗯 还是那句话 就大家如果玩这种板子的话 我没玩过白狼 我听理 对我就说大家如果玩这种板子的话 你就要明白 白狼王的意义就是 他是一个能直接开枪的猎人 而不是留在最后怂狼 对吧 他的英雄技能不用啊 狼队里的猎人 嗯 嗯 虽然我一整场都在笑对吧 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狼 但是这里我要说实话了 我为什么笑 因为我是一个猎人 首先我不怕别人推我 因为谁 谁敢说我是狼 谁要推我 我就开枪打 一号是白狼王 一号就有观众说 万一一号白狼王 一号白狼王 一号自己要被龟死了 不自爆 浪费自己英雄技能 那是一号自己玩的问题 对吧 谁 我上来了 我为什么放 我为什么开始我说我要干八号 就打到后面我七票了 因为我觉得 当时啊 你当时的情况下 我也是就是属于这种 就不知道到底是一号跟八号谁是真的 最后最后选择七票 真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快憋不下去了 拿起来 抱抱 要不抱抱 对了我出发好 我出发好 不管了 又不管了 又不管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首先先说一下 这个桃子这个事情 她认女巫 那现在女巫还有毒药 那肯定是晚上解决的事情 但凡要票出去桃子 这都是一个坏行为 然后 其实第一轮就是说 我是觉得桃子这个发言可以留一轮 我是觉得桃子这个发言可以留一轮 是可以留一轮 是可以留一轮 这个两个议员家发言 这女巫啊 其实第一轮的女巫一号玩家发言更好一点 所以我选择了暂编一号 你留一轮看看她死不死了 因为女巫毒药没用 第二个时候 在场上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四郎俱在 对吧 然后桃子这边抱着一张女巫牌的话 那本来我原先认的就是JY 然后凤群云 然后还有这个二颗和桃子是狼 因为我第一天认为 蜀大王是一张好人 但是今天的话 蜀大王是在 可能说我认的首位三号和一号的预言家 都已经死的情况下 桃子是一个在女巫有毒药起跳女巫的 那么蜀大王这个行为 我觉得不做好 他是一个找猎人的行为 那我们先不聊他 我觉得今天 在我认的场上的铁狼 就一定是8号JY要出局 那而且的情况很可能是两个好人已经出局了 那平民和这个神一定要把这个票集中一下 就是把这个警惠给撕了 没有警惠吧 把这个一起出这个8号 好吧 过了 我是一张好人牌 过了 但是他上一轮 那个 他万一是女巫呢 对吧 他怀疑5号的理由 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女巫 对吧 然后他上一轮投票投的是1号 这轮他凡水 凡水流来出8号 反正上一轮 青蛙投1号是挺不应该的 是 你其实他当时是 应该是按理说 他是为1号 6 7 和8号刚才就退的事实 就是 呃4号我肯定认你是一张好人牌 你这刚要撕我 但是我还是认你是好人牌 因为我认定 7号是一匹体狼的情况下 你井上把这匹狼炸出来 我真的是认你4号好人牌 那不管5号是不是 就是 在你们眼里5号 不管是不是 这个狼或者女巫 就现在你们 在你们眼里5号肯定是 要么狼要么女巫 5号 都说了 4号 他给4号一个 就是 银选 那现在4号 和2号 是场上最高身份 对吧 你4号认你好身份 然后5号他这边先之位说 我今天肯定说查查他 我确实是查查你 因为我上一局的井会留我留的是 先验5再验6 对吧 他这边5号跳出一个呃 女巫 其实很简单 就在找女巫 这边7号什么发言 到7号发言 7号说这轮 要要归5是个坏行为 这6号状态 这6号的状态 已经是一个 就已经是一个 就演不下去的狼人卡 就是 我打断一下 那大木居然还有人在讨论 星妈是男是女的问题 原来你们看这个节目 不知道星妈是女的 你们看不到弹幕都在喊星妈 星妈是女的 只是比较雄性激素比较多 长得有点粗壮了一些而已 对对对 星妈穿过bra的 对星妈有时候 也是穿着文胸直播的 对对对 所以有兴趣 妖艳见货 对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妖艳见货 庐石区的第一妖艳见货 好吧 所以大家这种小低端问题就别聊了 好吧 给天师喂点水 天师有水你自己不到吗 不要喝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去厕所给你弄点心的 人家滚蛋 哎呀 好继续听 但是此刻五号已经很嫌弃六号了 哎呀 就是五号已经非常嫌弃六号了 就这种感觉啊 呃我不聊场外 然后五号却是我查查 我来说七号这个点 七号这边他的他所表达就是他刚才说 哦刚开始第一是想站边一号的 但是由你二号把一号的这个什么漏洞放大了 他就站边到我了 啊今天又要出我八号 就是你这个七号还差也要摆不定 而且七号一个特别逗的一个言论 就是他说今天需要出五号 哎 七号为什么说一个逻辑 他说今天不不 他说今天不出五号 让女巫自己晚上解决 就是在我看 卡了 等我一下啊 后面 老鼠的状态实在是太难了 对画面卡啊 我也我也以为 哈哈 啊 可我离 离卖一点点 哦好 没事 下次你要可 你可以关一下卖 我先知为说我今天肯定说查查查 但我确实是查查 因为我上一局总会留我 留的是 呃 女巫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找女巫 这边七号什么发言 到七号发言 七号说这轮 要要归五是个坏行为 就六号状态 就六号状态 就六号状态已经是一个 哎摸着良心说 就眼不下去 我显卡肯定没问题啊 我1080的 对不对 哦GTX 哦GTX1080 对不对 我其实 最贵的吧 我其实他们让我选2048的 后来我也想 这个 就帮主的意思就是 帮主这一块显卡 比我一台电脑多贵呗 说爆了 说爆了 1080 2048是 乘乘乘乘二 那是1024乘乘乘二 哈哈 聊吧聊吧 天狮子生日乘乘乘二 才是2048 1080 再往后应该是 呃 1920是吧 我的显卡是1920的 哈哈 哈哈哈 老人卡了 就是此时此刻 5号已经很嫌弃 6号了 哎呀 就是5号已经非常嫌弃 6号了 就是这种感觉啊 呃 我不聊场外 然后 5号确实是我查查 我来说7号这个点 7号这边 她的她所表达就是 她刚才说 我刚开始第一是想 站边1号的 但是有你2号 把1号的这个 鼠大王就是这样了 就大伙还不出他吗 出过8号 就是你这个7号牌太摇摆不定了 而且7号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言论 就是 哈哈 聊个场外 聊个场外 鼠大王都笑成这样了 你告诉我不是四郎巨在 他能笑成这样 啊 啊 老鼠你说四郎 不是四郎巨在 他还得是个狼 对 四郎巨在他能笑成这样 肯定是四郎巨在 他说今天 这排能忍得住不看 鼠大王聊一句也挺屌的 高配玩家跟低配玩家 对 8号高配和6号低配 心疼 就是在我看来 5号一批 我已经真原家咽出来的狼人牌 情况下 白天可以直接推 干嘛还要浪费女巫一个药呢 对吧 所以我今天安排工作就是 晚上肯定会死 因为现在 在我看来 确实是 已经没有药能再救我了 那今天呢 全票出5号 然后 女巫直接读7号 我一眼仅会都不变 就是 我还是练5和6 但6号基本上大概率 就是一匹狼了 如果6号不是狼 还有一匹狼 我觉得有可能是9号 好吧 这是今天我要做 今天 昨天晚上茶山的5号 今天起票是5号 然后 后之位 就是 我觉得 有女巫也不要 也不要跳了 就是他是一个明王了 你要信我 你要是女巫你也不用拍他 你就过 过完之后今天晚上直接出5 好吧 今天一起好人就把5出了 好吧 过了 9号就过了 他说9号后面可以过 我想跟九魂说一下 刚才一开始说 让囚徒好好打 不要花板子 那么我想的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说话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场面不太对 因为这种场面好像似合相识 就是 毕业玩家被乱骗嘛 就是 但是我感觉场上信息 确实就跟分析的这样 我觉得好人 好人站队边也很正常啊 那狼刚才的打法 就是怂下来了嘛 这7号被说了 这7号被说了只能上1号跳 现在又要去搞8号 对不对 5号6号不敢投票 就是怂下来的打法 然后又衣服乱穿 这就比较绝望的打法嘛 但是我刚才想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在1号 就是 我认1号是汉条预言家 他被这样攻击的情况下 白狼王为什么也没爆 最大的可能就是白狼王爆了 只能带这个预言家 他们也没认出来 到底谁是女巫 对吧 只能带这个预言家的情况下 他感觉 然后假预言家扛推 他们团队又变得很明显 那只能是这样 我觉得这块这把 真的是站在好人的立场上想的 他也很尊重游戏 他就是爆5号查杀 对不对 他都没说要直接出6号 你说6号是根本开不了枪的 要我是真预言家的话 我就说这把就出6号了 6号根本开不住枪嘛 反正 这把要是输了 我只能说这歪玩得好 因为我确实就站在正面逻辑上玩 然后场面上的人的状态 我觉得也是这样吧 要是被骗了我也认了 真的实话实说 10号玩家发言完了 过了 我跟九屠 九屠像话 就是 都是九屠 你觉得这边有可能是狼是吧 那你觉得7号像不像狼吗 就是7号锦上什么席位 7号我真的不想说你是 刚来我们这个局 但是你7号真的是 我从锦上第一开始就认出来了一匹狼 就你7号锦上一个行为 你是想要警徽的 如果你是名的话 你退守那你做不成语言家 你这个身份不是狼 就是语言家 就是你没有理由去认一个名字 然后我觉得你 而且你上一轮什么 那你发现的时候你说我要跟1号走 我要跟1号走 我要去8号 投票的时候突然间投了一个 投了一个那个 投了一个1号 就是你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的话 你就把你身份做得极低了 那我再跟JY说一下 JY从我投了是我认的一个语言家 就是我觉得5号桃子 其实我感觉他也像个狼 但是你那一个人认女巫的是吧 要么女巫要去用他头上 是吧 你把桃子出了之后 女巫要不也用在7号头上吗 我觉得7号是所有好人 都愿意今天去把它推出去的一张牌 那我11号是个好人 你是我从最开始就打的一张 一张狼人牌 那再说他们两个 如果说你认他是狼 那如果说你的7号是狼 那JY真的不可能是狼 就他们两个警察什么行为 7号给他一个茶沙 JY出来给他一个精水 那他们两个不可能是狼同胖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认JY是真远家的 包括囚徒的发现他的状态 你觉得他是不是在狼牌吗 他是在狼牌的话 那他是在狼牌 7号不可能 7号真的不可能是远家 我不想分析这个逻辑 我反正是全票出7号 好吧 然后死大王我觉得 我真的不想分析你们 我觉得5号女巫这张牌 就是桃子 分不出来你是 你上轮是我踩的一张狼人牌 就是那个女巫 我觉得女巫 我不是女巫 女巫自己解决她嘛 对吧 女巫肯定知道她是不是狼人牌 女巫这票 我觉得肯定是清清楚楚的投在 你知道的信息上 对吧 我这轮是全票出7 我觉得5号可能这轮会出不去 我是跟预言家对话 我觉得5号这轮可能出不去 我觉得干脆就让女巫 尽量把它毒了 然后我就能出7 我觉得好人 是场面上好人能听清楚 我这出7这轮总没有问题吧 不管你们认这两个谁是预言家的话 出7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她这种发言 我感觉7是女巫 你说明她就是一笔铁狼呀 是吧 7是女巫她不踩桃子的 她让刘桃子一个人 是狼早期1567 她踩桃子了 很简单 她结了就要留 她说出50块钱 那谁是女巫 那谁是女巫 我认为的预言家 那我就死跟她走 不是桃子吗 11号玩家也不用改这个 选票吧 因为这个 如果你认他是真预言家 查杀 查杀是铁猪 对不对 因为查杀 抽5就行了 所以我这轮票举在5身上 过 首先2号这张牌呢 无法就是说判定5号是真女巫 还是假女巫 对吧 因为8号和5号是对立面 在5号发言之后 8号这张牌 强势去暗示后面 如果有女巫也不要动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5号这张牌 是一定不会有人去死踩的 就是5号这张牌 首先我不是女巫 所以说我觉得 我不敢出5号这张牌 因为我上一轮已经站队这个 8号把1号牌出掉了 所以说8号牌 一旦是张狼牌 后果很可怕 那他的团队很可能是10号 11号 那如果出5号这张牌 5号真的是一张女巫牌 救了你4号 那这边的团队如果成立的话 这个锅 我是不可能 没最后一个人发言 老龙王 不张锅 我来个发言 你们因为我 把5号吐死 5号是个真女巫 我这个锅 太大了 然后出8号这张牌呢 那把我的脸都打肿了 上一会儿我 什么样 什么样 现在我给 就是说 因为我是一张 有功能 但是夜里没信息的牌 就是 我面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那不就是列人吗 初五 是真女巫 我要被 至少一个20年的行 对不对 我初八 她要是个真原家 我脸被打肿了 那怎么办呢 我给大家想一个安全的方式 把7号牌打肿了 7号是一张安全牌 我姓8号 7号他是狼 对吧 我姓7号 你求徒聊到这儿 你还怎么做好人 6号你不出你出7号 是 但是老云要出点好 所以老云是好人 对啊 而且老云不能说 这个局面为什么会有个票行 其实很简单 有可能吧 就是那意思吧 但是你出7你怎么做好人 球大 可以的 我本是狼就跟着一起冲 我想看看票行 把你们狼全都找齐 在女巫还有独样的情况下 狼人没有找到女巫的情况下 狼人是不太敢去包套公票的 你现在认猎人 你不出穿猎人衣服的6号 但是老 10号要出6号 这10号还是我觉得 是啊 2号怎么做好人啊 6号只能告诉我7号是一张好人牌 2号这个行为 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又没有可能是一张狼牌呢 我不做其他的 你背子拿开 别让他一会给你蹭 好吧 我看你这一轮的表情 你喝别的水 有饮料 8号很危险 我没看到 这把后面没啥可以看的了 投票不会真投的7吧 我看看他 7号玩家 请留一言 7号玩家 7号玩家 是一张平民牌 那个 我其实就是 一开始我是想上井说个话的 但是后来我就合计合计 为了逗乐一点嘛 然后去找一些跟球大做的什么 但是这里面 在7号玩家的平民视角上来看 对吧 我觉得这个狼坑是不够的 因为我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1号 如果你们定一个一张狼 那么156是狼 那么那匹狼在哪里 对吧 我找不到 所有人都是举票1号的 所以我只能在我的视角里 我认为街白就是一个假的预言家 那如果是这么认的话 那我3号是一张 真的预言家出场 3号是一张真的首人 那么 目前是没有这个 景辉的 我不清楚现在是不是一个4比4啊 要看票行是吗 看一下 发言完毕 所有玩家 请留票 他正常 2 1 7号 投给8号 8号 8号 12号 投给5号 8号 所有玩家 投给7号 7号 7号玩家 出局 8号 12号 8号 坚持自己预言家行为 查杀走查杀嘛 7号玩家 请留遗言 7号玩家 是一张平民牌 那个 我想看第二天 第二天 谁死了 哎 哎呦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 5号 和12号 5号被毒了 12号被刀了 12号 请离场 8号 从9号玩家 开始发言 9号玩家 认为 1号玩家 5号 龙虾 9号确实发言太短了 没办法了 这个局面如果确实是狼打得好的话 也挽回不了了 我觉得就跳身份打吧 对吧 我觉得就直接跳身份打了 跳身份大家说清楚 赢就赢就赢就赢 在我的视角里就是这样的 我这把跳身份我是个名 我希望后面都说清楚吧 我这把就是个名 心疼这辆名牌 他确实是个名 如果他是个神 他强势很多的 他跟8号是个对立面 5号应该会同8号 这把应该就是 3号首位 12号应该是被砍的 1号 5号发现是昨天晚上的行事 那么路过5号是个狼 我觉得我一开始 感觉没错啊 我觉得这把身份跳出来 直接打 把坑排出来就结束了 这是我的想法 但我觉得这把 如果真的被骗了 输了我也没什么好说 这是狼玩的好 实话实说 我是个名 我过了 11号发言 这轮出6号 11号是让猎人牌 6号上轮穿我衣服 我没踩你 那11号是让猎人牌 我来分析一下昨晚情况 5号必定是一张被毒掉的牌 因为上一轮 呃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他如果完 他如果死了 他要毒的是这个或者是我 是吧 没有理由去毒这个 我们两个是存诚这样八号的 他如果真的是女 他肯定会毒八号 对吧 他没有刀他就是污他一手身份嘛 但是 打断一下 现在场上剩 7个人 7个人 7个人如果剩三郎 没解说 什么刀他呢很明显 因为上轮我们都说要出T号 我们还没有很肯定 他是一个呃 真语言家 但是他很肯定 他是跟着8号一起出5号的 他是知道5号是穿戴衣服的 所以12号是一个真语言家 不是现在怎么还建议出6啊 他建议出6号 哎 我都没想明白 对 人家都这这10号11号 别的我真帮他俩聊不下去了 10号9号10号11号从来不聊 这一般人还活着的 你刚刚说你自己是猎人是吧 但其实我才是真猎人 对吧 你衣服可以脱掉了 那如果你们你们如果说不信 哈哈哈哈 这是流氓 哈哈哈哈哈哈 你让我脱掉 哈哈哈 素质人是低 老流氓素质人是低啊 我最爱的判断 6 我没那么低 我一般低 你脱的是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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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也可以 我脱了完我就交牌了 真的 这轮出6号啊 11号是猎人 过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呃我们来考虑一下狼人 如果是 就是一个有白浪王的区 那白浪王在哪 难道我们第一轮出的这个1号牌 他是一张白浪王嘛 就是 他在最后我成你发言之后 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呃狼队友还有冲票的可能的情况下 他没有去自报 就是因为我是当时给了他一定压力的 我说你要不你就自报带走什么了吧 人是有自尊心的 他觉得你让我报我就不报 对吧 就是我只能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才觉得白浪王为什么还没有出来报 那如果是 现在我的脑海里就 我不听我不听 不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好人呗 因为我们牌的板子是1 5 6 7 对吧 那4号牌的身份呢 是上一轮5号这张被毒死的牌 因为12号 唯一一张除了真原家查杀5号 单飞5号的牌 所以说他晚上吃刀了 就认定他一定是吃刀 他把5号毒了 因为5号说的是要毒10和11 4号这张牌的身份是被5号牌做好的 就是也是可以说做糟的吧 他说他救的你 对吧 那至于是 就是真的假的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救的你 所以说你的身份 这么一说 还可能是好牌 因为12号是任 5号说的是真的 他才敢去 作为一个真的女巫 去举票5号 去把他毒死的 所以说如果5号这张牌 他爆的是假的 我觉得女巫可能不一定相信 他是一张狼牌 那所以说4号的身份 应该是一张好身份 那场上身份不好的牌 就只有6号一张牌 6号这张牌呢 要么很尴尬 他是唯一的一只狼 还是一张就是 开场哈哈叫的一张白狼王 他没有办法爆 他爆了游戏就结束了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要是 如果还有一个狼同伴的情况下 那这是一种比较 对我们好人来说 稍微艰难一点的局势 那我建议你 爆掉哪张牌呢 爆掉11号这张猎人牌 对吧 11号他让我脱衣服了 我确实不是一张猎人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对吧 你要爆的话 你就爆这个11号的牌 那10号牌呢 虽然上一轮感觉 有身份 囚徒快废了 还敢调戏11号 这属于一个作死行为 好吧 我把这段已经录下来了 保存好了 打开老板 哈哈哈 这是我们的状态 就是 就是 6号如果你还有一个狼队友 对吧 你如果要是 自爆的情况下 我就能做好 这个选择 这局要死的是八 还有的玩 这八也素质低 这都不自刀 是吧 素质太低 我希望如果你要是白狼王的话 你也做出自己 无悔的选择 对吧 因为白狼王爆错或者什么 也是很正常的 或者你们可以 考虑一下 这位 被你们曾经 救过的一张牌 对吧 好了 2号玩家呢 是一张好人牌 过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4号玩家是什么 对吧 4号玩家呢 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逻辑型玩家 但是呢 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玩家 哈哈哈 他被骗的真的有点 很伤心很难受 好吧 而且关键这局运气也不太好 就连续几次都第一个发言 就导致 后面有口送出 心疼我的酒 猎人赶紧滚吧 过了 6号玩家发言 6号终于等到了6号玩家发言 我知道在场的玩家 没有很多疑惑 没关系 请容我白狼王一一为你们解答 原来是这样 现在酒声解答 哈哈哈 酒声崩溃了我操 你妈呀 我 因为我不报的是因为我 我报谁呀 真的愿言家一定会被推出去 难道我去报我兄弟吗 不可能呀兄弟 是吧 我们狼人 我们狼人团队的安排工作是这样的 晚上 6号 我们狼队友上级 我们所有的狼藏在下面 都不给他投票 都给真的愿言家投票 狼队不知道谁是 然后真的愿言家成功 狼队知道 狼队是知道 最后被我们活生生死掉 虽然我们对吧 我们其实狼队友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要出8号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出过8号 就这样1号被我们出去了 其实我很早就要报了 一直在找身份 对吧 我为什么对吧 为什么我们狼要去支持1号 因为我们想通过自己的一些 什么发言漏洞啊 什么逻辑漏洞啊 让你们以为 那个1号也是个假的 但是我实际上 我们狼团队我们确认成功了 只要我这么 1自爆带走11号 对吧 我们是不是就赢了 对吧 按照大家来说是不是要赢了 如果要是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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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大哥 可能这个锅我要背 但是我要被喷 我也只能被喷了 是吧 你怎么讨厌 6号带拉王 呃 带拉王自爆带走11号 6号玩家自爆 11号发动技能 发动技能 带走11号玩家 带8的 是狼人 6号属大王 是白狼王 他怎么找的女 1号逍遥抽出 12号上的5号票 我我我我没仔细看 那太明显了 呃 那猜对了呀 你猜的村民王 然后加上 呃 猎人确实也是他 那其实这这把确实比较明 是啊 哎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 你像 风行云应该玩过白狼王的剧吧 我没玩过 风行云也没玩过 就只玩过那三期啊 就是 因为我我是在 superlayer那一期的时候 就已经玩过 呃大概十几盘的白狼王的剧了 就白狼王的价值和意义 风行云他们还不知道 二科应该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白狼王不报是有问题的 JY逃到这样互彩 那这一刀不是JY还不聊JY的 嗯 这这这这一刀不聊JY 我觉得还是 需要 当然了他们也可能也看出12号 12号是女巫被刀了嘛 12号太明显了 12号太明显了 下一刀拿起扛推就不对 白狼王都笑成那样了 对啊 真是 哎 心疼 好吧 这局一号自己发言也存在问题 那没办法 好 那就看下一刀 好吧 那 12号风小狗是女巫 三号冰蓝飞狐是守卫 太能分辨了 11号二科是猎人 其余四名玩家则是村民 第一晚 狼人手刀冰蓝飞狐 其身份是守卫 选择了空手 而女巫风小狗也没有使用解药 那是狼人阵营优势开局 這怎么自己很多 《锦下狼人》 颈上票给了真毅猎 Son 《锦上狼人》 让《锯阳lungen》 在第一天白天的发言中 狼人陶子和鼠大王 则故意缭暴 反令《锯阳 veure》 看起来像是有队友的狼警长 背好人归票出局 囚徒在被JY发金水的情况下 将警惠票偷给逍遥叔叔 也错失了自己金刚狼的身份 狼人阵营形势大优 第二碗 这个叫什么金刚狼的身份 我发现这个后期还是得提高一下水平 投一票就成金刚狼了 当时囚徒是很选择高 那一轮囚徒是太高了 但是也不能说是金刚狼 而且我们说了这一局当中 5号6号暴狼式行为 那5号6号可以吃毒可以被推的 但是场上因为归票位是个2号囚徒 是一个狼人牌 那么这跟位置有关系 如果你归票位换做九神 就是九神跟2号位置换一下 2号先发言了 对吧 就是囚徒是4号 9神是2号 也许局面就不一样了 因为归票位恰好是一张狼人牌 那么这天时地利人和 可能狼人都赶上了 所以狼人打得也很漂亮 对 那因为他们杀的就是让囚徒 那不一定 因为他不知道真语言家是谁 他可以选左边一位 有可能求他第一位 有可能求他最后一位 但是那不会杀九神旁边的 我是这意思 对对对 就是他这个位置 所以狼人杀这个游戏呢 就是战术和位置 以及发言水平都是 你的女粉丝给你送墙 你也感谢 因为少帮主的大妈送出的 大妈是什么 扣掉下 哎呀 你咱北京人啊 啊 少帮主的大大的老婆是不是我大妈呀 啊 你是不是得叫大妈呀 你也叫跟着叫 啊 那你大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大妈 我大姐 你大妈我大姐 对不对 哦 不是这样吗 你这么大了 岁数 哦 辈分高 辈分高 年纪小 辈分高 啊 对吧 因为一排下来才加码 你就是我二大爷呗 那可能是别小叔 也都有可能 你想你具体认哪一个 你具体认哪一个 身份比你高 你别废话 你具体认哪一个 反正现在弹幕都是6 反正我身份比你高 你要认个二大爷呢 我现在叫你一声怎么样 我叫是二大爷 你敢答应吗 不 哈哈哈哈 不是你叔叔 哎 没那么大岁数 狼人刀到村民09 女巫风小狗开药解救 新生平安夜 第二天白天 狼人控场的情况下 成功扛推了村民 这轮都清新 而风小狗又坚持将票 偷给前置未跳 女巫的狼人陶子 也暴露了自己 真女巫的身份 第三晚 狼人刀死风小狗 风小狗也毒死了陶子 一狼换一神 狼刀依然优势 第三天白天 白狼王数大王自爆 数大王实力翻牌 狼人阵营胜命 不是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这里把说句实话狼高配 我觉得他们试完得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上来被他们扛推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证明确实是没有 狼 我愿加 JY狼 他们第一天做这个身份 就是为了污辱我 然后五六号上我票 也是为了污辱我 哎呀 输在JY这里了 你说得太差了 我又不会信你了 但是我们确实顺着 这人出息好了没办法 他把所有队友都卖 你有什么办法 对啊 七号扛推嘛 那个时候 对啊 他跟桃子还要打一个对立面 打的是真好 但是JY在一直不出局 肯定是有问题的 第二区游戏 这个就是经验 请各位嘉宾看牌 存在那个什么吧 夜吧 那个什么 存在吗 应该不存在 弹幕没说 弹幕都是66666 嗯 刚才也没说 要不然他们会提前说第二局的 游戏开始 鼠大王 真骚 真的骚了 太骚了 我的鼠还是会玩的 而且他很高的突然感觉 好像他carry了一样 对 白狼王跟你们说一下 他都快笑成马了好吗 来carry 我心疼鼠大王 现在进行情场进行 白狼王子才笑的 这样都突不去的 请选情场的玩家 请举手 一号 七号 八号 十号 共四名玩家参与竞选 呦 只有四个人进行 从八号玩家开始发言 就想说一下 八号不是预言家 就是这次就是一张村民牌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做好自己 正常的身份了 再也不看跳了 好吧 为以后的节目打好基础 八号是一个平民牌 什么都没说 呃 十号预言家 昨天晚上查的是八号 八号是我的精水 然后报一下警徽流 我会先查七号 因为七号 身份确实没看懂 上一把是明走的 然后 底下查一个二号 过了 一号玩家发言 一号玩家 好人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牌 因为这次只有四个人上镜 我的身份牌是一个好人 十号玩家说他 跳的预言家验的是八号 我觉得这个验人还 比较好普 和我们上一把的这个 根据的这个情况 验一下八号比较好普 那么八号也是认生军的 所以说其实焦点集中在 七号玩家 跳一个什么身份了 我是发言之后 马上退水的 我只想看一下 井上的几个人 呃 优二退的龙下 八号玩家 他不算一匹狼 那么有可能十号玩家 和七号玩家 出现一狼预言家的身份 那么有可能就是三匹狼 是引在下面 没有上井的 可能会出现一个冲票 或者发生上一轮这种 巫一首真预言家的情况 如果云哥你是真预言家 就要做完这个准备了 好 发言完毕 退水 七号玩家发言 那个老剧情啊 那个先验桃子 然后半夜十二点 去陪他去打游戏 然后之后 验一下飞狐吧 我是一张真的预言家 昨天是球大的茶商 是一张真的预言家盘 对 我是一张真的预言家 昨天是球大的茶商 是一张真的预言家盘 依然告诉你 球大是一个